打開箱網檢查養殖的石斑魚狀況 等等這神結怎麼跟之前綁法不一樣 發現箱網被人動過 乾淨打開來查看 竟然少了好多尾 粗估損失至少200萬 地點就發生在澎湖西魚鄉 一處石斑魚養殖場 26號傍晚 陳先生先注意到魚飼料用量減少 檢查發現一共有五個箱網被破壞 打結處也和他的習慣手法不一樣 懷疑被偷而且不只一人犯案 事後在網路平台看到有其他業者 在販賣黃瓜石斑和藍瓜石斑 明明是他獨賣的稀有魚種 怎麼對方還說有庫存可以供應 在我們澎湖是可以釣到沒有錯 但是只能偶爾釣到一圍 沒有絕對沒有辦法大量去釣這種魚 你一釣到的時候 你釣好幾百公斤去賣 一下子就知道那一定是脫掉的 遭切的黃瓜石斑和藍瓜石斑 是大海中稀有的夢幻珍品 平常生長在100到150米的大海深處 要轉移到10米深的海上相往養殖 非常不容易 整個澎湖地區只有陳先生 人工繁殖成功 市價1公斤1000塊左右 供應給全國各地有需要的餐廳及飯店 卻遭到偷釣販賣 珍貴的石斑被偷 陳先生原本不打算計較 但網路上的魚販似乎不怕偷釣被發現 還說自己庫存很多 有需要都可以找他 質疑對方根本是把他的香網當自家冰箱 讓他氣得決定報警要揪出偷釣者 TVBS新聞陳正蔡新瑜澎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